今天集定队的外线还是我们看又是姜伟泽 今天姜伟泽外线 张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今天是全都中啊张彪和李安啊这我新疆管理层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啊 还是可以用的是他进攻我觉得确实是有自己的水平的主要就是这个防守防反击和这个篮板丢了这球这球摔倒了 姜雨昕抢断姜伟泽再来一个三分好球姜伟泽连中两个三分球小江的发挥可能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可能很久没看到啊是不是今天给队友们发帮包了啊 哈哈哈哈隔几个帮帮忙哇这边又一个啊姜伟泽又一个三个三分了可以看一下这个琼斯的装扮我一直分不清他穿的是秋裤还是紧身裤 哇这边来下又一个今天张彪打杰逊啊又把他催成围棋了对那你会导致比赛确实精彩成功会下降的没错扼杀了比赛的全面回来啊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所说的这个威胁犯规咱背当中叫ClearPastful啊就是你已经 小伙子真敢打今天真敢打啊面对到周一祥啊打得很坚决 到一个三二联防 天余 好外线分 姜伟泽今天真有些心啊两分头进14分了 一分钟又上来了 上来了 烧只是稳我们充充电 充电一分钟 sł怕小半截 我球uire现在已经跟该队队了 我体会非常轻 ya 来 前将的跑投 我们来到四本赛期场均要投出三十九的命中率 十三点九次出手命中五点 跳不漂亮 哎呦很可惜啊 哎呦有篮板 还要三分有了 这样的话分差到了十四分了 落后想要犯规才怕也没表示 哦好球啊 姜伟泽啊 本轮最佳新秀吧 真的是 毫无疑问吧 姜伟泽的这个表现啊 而且是在对阵新疆队的时候 面对新疆队如此 关键一球啊 是要三分还是说我先要个 分级啊要三分 盖掉了 那没有了 那没有了 我们看可兰的封带绝杀 帮助新疆队死里逃生 我真的是又逃过一节啊 真的是逃过一节啊 一百一十七比一百一十五 Castle 联系 好